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散人行 今天是经济学家男女素配 夜谭大家熟了 这个秋风老师 秋风老师 你看你这名字 他的本名其实适合最近来 他叫姚中秋 对 就是刚过完生日 刚过完生日 就是中秋节生日 哎呦 还真是 中秋节生日 我能不能代表广大人的群众做生日快乐 谢谢 你们家越别越过剩了 对 到时候都是越来越来越 你看穿着衣服就很秋风 秋风老师本来是对小产权房很有心得 有研究 但是今天聊别的都不好使 今天为什么要今天晚上 大戏是经济的戏 这个全体人民都在关注 咱们我得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点 我们现在是录像时间是今天9月28号 今天晚上 我们现在录的今天晚上播出 对吧 到今天晚上有一件事见分晓 就此时此刻 现在下午应该是两点来钟 对 此时此刻 在我们香港 铜锣湾 什么酒店呢 叫富豪 香港酒店 国美争夺站 特别股东大会 国美的是在牢里的黄光玉 和在外边的陈晓 这俩这个对决 你看这网上啊 你看图片 你都能看出这个电视剧封面 我们可以看一看 你瞧 一头黄光玉 一头陈晓 这个有没有悬念 咱们再看下一张 你想这俩 照我看这种面相 陈晓 你看 他像是个什么呢 靠理性的那种人 对吧 一般是这么个相望 黄光玉这种是属于元气 你看 元气充沛 元气充沛 这两种脸都鼓涨起来 这两种类型的人对决 但是我就发现 我不懂经济 这几天我们在北京朋友饭桌上都在聊 说这个人心不古 就说这个陈晓 陈晓 真是 照夜谭的话讲 脸上已经画上白了 是吗 这是谋谋人家家产 太坏了 见过人家主人进了楼 把家产交付给你 你居然能起了这个邪心 有人说他都已经差不多快要共产共期了 没错 我不知道看在经济学者的眼里 你们怎么看这戏呢 我是觉得其实我最近一直还是比较站在 有人说我站在陈晓这一边 其实我是站在道理这一边 我是觉得既然大家是按照这个牌理来出牌 不管它是好牌是烂牌 这是命运决定的 对不对 你只要按照牌理来出牌 然后这个给你画好的道道 你不要越界 你就在这个道里面走 那不管是谁赢 我就觉得大家都赢了 不管是陈晓赢还是黄光玉赢 那么从我们这个投资者角度来看 起码你中小投资者总算有了一次投票的机会 那大家都赢了 但是目前感觉好像这个当然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大概是这个黄光玉 这方能赢 这方能赢的结果 他们就讲啊 说这个陈晓啊 他在江湖上就无处容身了 那肯定是这样 你被赶走了吗 对 你被赶走了以后哪个老板敢请你这种奸臣呢 对对 而且这个形成这么一个印象之后 其实他很难这个在在做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身份上再活动 但是人们对陈晓的这种责骂 你们觉得公平吗 这个恐怕是有问题 我觉得现在对陈晓太苛刻了 因为陈晓你说他是奸臣 那他得有一个皇帝呀 对不对 那这皇帝 黄光玉不就是姓黄的皇帝吗 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是你这个说法 其实就反映我们中国人啊 就是没有理解这个现代的一个公司究竟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讲讲 对 其实一个公司 它是有很多人是吧 投资没人拿一笔钱来投资 可能有的人多有的人少 那么多的人呢 你说我是控股的是吧 但是你说控股的 这公司也不是你的 所以你不是皇帝 那么一个公司 他最重要的特点 就他自己是一个法人 就我是人 你是人是吧 大家都是人 那么这个公司呢 是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 这个依然拿了一笔钱 成立了一个这个公司 股份公司 就还有第四个人 就是那就是那个公司 所以我们你每个人 你不能说我就是这个代表 这公司怎么怎么样 你这个肯定不行 这肯定是 就是说你一旦就 就算这个国美是黄光玉生的孩子 这个没错 但是这个孩子大了之后 他独立了 他有一个独立性 他有一个公共品格 这时候的话 你这个父母就不能代表这个公司去做一些事情了 他就完全是独立了 你得尊重他的独立性 你比如说你可以跟孩子说 你这样做错了 错了之后 你这时候不是打他骂他 你也不是把他撤死 绝对不是这样子 你这时候说有一个程序 我提起 我说我要开一个股东大会 把你给选下去 你这样做不对 其实你说那个父母也不对 大家所有人都是这孩子的父母 所以出了这个事 得这些全体父母来投票 这我就不太懂了 你像你说这个事 我有很多在美国留学的朋友 他们就我讲美国的政治什么选举 他们都总是这样跟我说 他说其实我跟你说 理解美国 美国就是个大公司 没错 这个国家就是个大公司 奥巴马就是这个公司 而且我给你举个例子 其实我给你举一个 就这两者之间相同的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原来讲 我们现在就讲这个宪法 是吧 对对对 宪法原来呢 这个其实叫宪章 对对对 我们都讲什么 哪个州有个宪章什么之类的 宪章就是宪法的意思 他里 而一个公司的是叫张成 但是其实在英文里面 这两个词是一样的 都叫查特 查特 查特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查特 对对对 张成啊 对对对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公司 他也需要一个宪法 对对 那么然后呢 他会安排说 我们要设立什么机构 是吧 每个机构有什么 每一个这个投资 有什么权利 有什么义务 什么 这个宪法是不是一样 其实是一样的 而且这件事情 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现在他散户 就中小股东啊 他终于可以投票了 对 我们说以前啊 中国这个最近 这几年 只有两次投票 一次是选超女 你还记得吧 选你把李宇春选出来了 对啊 把李宇春选出来了 他选出李宇春 那大家就认可他是冠军啊 因为大家选了嘛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一次 但是那个只是超女嘛 比较娱乐 这一次选是决定了 中国最重要的一家 连锁企业的 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对对 所以这次的选举要重要的多 机构投资者 现在态度已经比较明确了 现在这个真正的决定权 就在散户手里 你说散户什么时候 得到过这样的待遇呀 对 没有过呀 他们你看哈 他们讲 就说这个陈晓 什么在这个这个黄光玉 就坐了牢之后 国美一度就危机了嘛 他就能够力挽狂澜 那么黄光玉 又是这么个创始人 你说作为散户来说 就跟美国那个国民 投他投票投哪个总统 那么他当然是 哪个对我最有利益 对对对 那么为什么现在一般都认为 可能会投黄光玉呢 其实是这样子 有可能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我们说陈晓现在来过渡 是最理性的 我认为因为陈晓第一 他自己做过家电连锁业的 这个创始人 他对这个行业非常了解 他对国美这么多年下来 也很了解 然后他跟现在的高管之间 也非常了解 大家是利益共同体 所以你说在过渡的时候 大家达成一个妥协 由陈晓来过渡 不是最好吗 对不对 对各方都好 只要是有利于这个企业 对各方都好 但是现在做不到 为什么 我是说你在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拳击台 如果拳击台上 我一直在说 两个理性人拳击 那么只要遵守规则 打得再怎么样 也无所谓 但是如果是两只猴子 在拳击就不一样了 对 我觉得这里面 你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的公司 因为发展其实也就有20来年时间 是吧 或者有更成熟的一些公众公司的话 也就十几年 二十年吧 所以在这些 这个公司的一些基本的伦理规则 其实并没有形成 就是从不管是从大投资者 还是这个职业经理人 这双方 其实大家都缺乏一些 对他的这个角色 是吧 对他如何形势自己的权利 如何相互对待这个对方 没有形成一个 就是说特别可取的健全的这个意识 那你比如说黄光玉 他这么一个大股东 他当然也不是想搞垮这个国 那他肯定不会的 那你说的这个他自己不明白吗 他觉得这公司以后他来掌舵 比陈小强 想法 就这个世界是由想法来构成的 真正这个趋势行动是想法 他就认为 就是说可能陈小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 他就这这这趁趁趁趁危这个什么想象 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所以他觉得品格就不好 即使你能力再强 我现在不能信任你了 所以我一定把你打倒 所以所以我说 如果说这个国美不是他的话 他宁可国美击毁人亡 有这个可能 因为你不是我的 我们现在的公司文化 不是一个理性文化 我刚才说了 这个前半段做的很好 大家都不干涉 你去投票 但后半段就有点不对了 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三代王文化 就是说你这个企业 必须选出一个债主来 要不然的话 你你经理人跟那个之间 很难和平共处 很难和谐共处 尤其是强势的 你要么很听话 你说以前唐骏我们关注的是唐骏的什么造假 这种东西 对不对 但事实上你看唐骏从离开微软之后 他过过好日子吗 我估计他心里知道 这场大戏 其实这个里面就反映了这个东西 那可能也许最初只是一个很小的这个矛盾 然后双方就这个不信任就开始滋生了 然后呢就开始互相都算计对方 最后就走到这个闹得鸡飞狗跳 这是连续剧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们讲啊 这个黄光玉是在牢里的民族英雄 你看这是说 就说陈晓拉了个什么叫贝恩的 那是外国资本吗 这是我们民族企业 这陈晓要干什么 但是后来呢 我看你们经济学者来聊 就是说跟当年反正讲猛牛 还是讲什么企业差不多 说说民族主义 说这个民族企业 可是呢 他是在太平洋哪个岛上 这个这个这个注册的 对 然后他的这个这个资本构成啊 很多 那还能不能说他是一个民族企业 这个倒是要为黄光玉说句话 很多人说黄光玉 你本来就是这个外面注册的 对不对 就不是民族企业 但是他们那个圈子里啊 有一个另外的划分的 你尽管是在太平洋上 不知名的小岛上注册的 但因为你是一直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 你的国际还在中国 那我们就认为你是民族的企业家 那像牛根深这样 我们一认为猛牛还是民族企业 你如果那时候猛牛真的被奔资本 或者那时候被大摩拿走了 那你就是美国资本 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件事啊 谈民族主义啊 其实很莫为奇妙啊 你们刚才讲的啊 就提出一个现在我们真是外行 需要学习的问题 嗯 就是公司究竟是谁的 对 你比如说啊 我过去一直 我到现在都 一到昨天呢 我都以为我们凤凰卫视 当然是刘长乐的 嗯 我们的我的老板吗 嗯 对吗 嗯 你也是这个文化 哈哈哈哈 对啊 我是这哎 就是我不懂的人呢 很容易把这个事看成这样 你比如我我就套吗 我就假想 比如要有哪天我们老板出事 当然我们老板不可能出事 哈哈哈 就就比如说他他他他他他想退了 你还想不想过了 哈哈哈 好 老板想休息了 嗯 老板打下了江山 对吧 老板假如还信任我 别人我都信不过 就问他 交给你了 嗯 哎呦 我这个要是感觉这个知欲之恩啊 嗯 嗯 我怎么可能背叛他呀 我得把人家的江山 嗯 这个凤凰卫视 嗯 管理好 嗯 对吧 像周总理一样 那就 那就是鞠躬尽脆 死而后已 怎么可能说 不是人家的了 这个就是 所以文涛 你这个公共性的问题 我还要教育你 他现在这个黄光玉这个事情 我觉得第一 当初其实贝恩资本进来的时候 很早就进来了 去年就开始谈 谈了很多资金 因为他当时要度过这个节 他必须要引入资金的 到底是引入谁的问题 当初你为什么不提出意见 对 说实在的 你当初是可以提出意见的 你当初没有提出意见 他是有其他的考虑 对 那么现在 现在你也不是大门就堵死的 你觉得这个不好 这个海外资本 你是民族英雄 这个海外资本太糟糕了 你是觉得不好 那现在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你就是 你每次 我相信以后我们会看到 我们说现在是一出大戏 它是一出连续剧 会很长很长 对 不管这次的结果是什么 对 会很长 后面还会有戏 就是你 你如果说这一次啊 就是陈小 就是不能获胜的话 那么黄光玉会去陈小化 会搞得很惨烈 如果说这次陈小获胜 那就更加积权不赢了 那黄光玉更会 不会善罢干净 那你看啊 他就会一次一次的 我们说司法救济渠道 他一次一次的提出 我要召开特别董事会 我要这个议案表决 我要那个议案表决 所以你就一听到来就要飞到 对 你要飞到香港去投票 因为一次一次 你得你得飞过去投票 因为他告诉你 你比如说陈小说 这个贝恩资本说 我这个20% 这个要蒸发 对不对 黄光玉说 我却不蒸发 我是空股股东 我要提起这个特别的表决 然后大家再去投资票 那这个东西确实是 其实现在需要他们妥协一下 我问你啊 就是说这个一个公司啊 跟一个咱们说的资本主义的这个民主选举的这个国家有什么不同 应该说在结构上是比较类似的 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一个公司啊 他有一个董事会 对 有个股东大会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这个全民的开会是吧 对 然后有一个董事会就相当于选出了一个国会 对 然后呢 董事会就任命了这个一个管理层是吧 就是总经理啊 总裁啊之类 他们就相当于这个行政部门 对 那一个国家是跟这个公司在海纳城上确实是比较接近的 而且韦伯 社会学家韦伯他也研究 就是这个公司其实是现代这个这个社会 跟这个现代的国家 他们都共同构成了这个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个制度 可是我觉得你看我作为中国人呢 我都觉得就说我打下的江山呢 嗯 所以要不说他们为什么 对我们中国人 华盛顿了不起 对对 华盛顿为什么说美国国父了不起呢 对 就是真的我打下的江山 对 然后我退了 那么甚至是在议会的时候 我很少说话 华盛顿克制自己 就是让他们来来投票 你说这个事情 你在中国人来想 就比如说我要保持这个我对这个的控制权吧 嗯 那我要连控制权都没有了 那我不是白打破了吗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我有一个看法啊 就是我们中国人去这个私有财产的这个观念啊 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啊 不是说西方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中国人从秦以后就生活在这个私有财产制度下 而这个西方人呢 如果我们不算罗马时代啊 如果要是从这个中间算起 从这个十世纪开始就封建制 然后他们有这个严格的私有财产的概念 应该是从15世纪才开始有的 嗯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特别相信这个一个人可以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个你去看随便一个农民他都会有这么一种观念 而很多欧洲人未必有这样的观念 那但是这个私有财产的概念呢 跟现代公司的这个财产的概念 其实是完全不同 对 昨天我们还在说这个 其实黄光玉你如果说真想控制的话 第一你首先不该把它变成一个上市的公众公司 对对对 第二不该把它变成股份有限公司 对不对 对 那么你就能自己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但是你当初选择了这条路 你就应该知道这一块 你比如说如果说你想掌控的话 那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也必须承担它的后果 我们说现在你这个 以前咱们的模式是击毁人亡模式 这是昨天冯伦说的 所以以前中国的公司很不好击毁人亡 就是说你只要人不在了 这个公司也就毁掉了 对对 特别糟糕的 跟鸡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叫鸡击毁人亡 应该叫人亡正希 对人亡正希 就是人亡击毁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呢是人积分离模式 对 就是你看黄光玉进去之后 这个国美还留着 而且它还在运转 对不对 它让你渡过难关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种模式 所以那个像文涛你刚才所说的 这种观念 我是觉得现在咱们要培养两种观念 一种就是说 对于这个现代公司制度的 这么一种观念 对 你是必须要培养起来的 还有一种就是说民主制度的观念 对对 民主制度 对两个是联系在一起的 你想啊咱们现在投票 他都让你投票了 你去选 那么投票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就应该服从 对对对 那么这个社会成本就最小了 你投票结果出来了 你也不服从 对 那这个还有什么意思 而且我觉得很多是非观念不强 你说现在很多人同情黄光玉 那我觉得是啊 黄光玉确实他一手建立商业帝国 很不容易 他有这种草莽英雄气概 我们应该说他这种气概是不错的 但是你回过头来说 他当初做的那个 他当初内幕交易的时候 你这个监管层干嘛去了 你这个普通投资者 你的权力被侵犯 你干嘛去了 那时候你的正义感在哪呢 对你说这儿 我也就发现还有一点 我们现在这个法律 好像老百姓 也觉得他没太大尊严 这个广告之后 广告之后我再跟你说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为什么我们很多不懂的人 我们就站在黄光玉的一边 这是反映我们一种朴实的 心里边有一种观念 而且还有一点 我就发现有人较真 黄光玉他是犯罪的 他判刑 而且是不清 十四年 你这就可见 这个社会信息严重不对称 不对等 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懂的 比如说经济 这个太复杂了 但是我们是看戏 因为我后来我发现一个 为什么我说法律 有些时候也在我们心里 没有什么尊严 为什么呢 同情黄光玉 但是没几个人会觉得 黄光玉判的这个形式 真的什么 他这个道义形象 或者因为我们呐 模模糊糊的觉得 这个经济的事情 谁知道他是背后是怎么回事 黄光玉可能发财发的太大了吧 就得把他拿下吧 是吧 谁也没觉得他是不是真有错 因为我们甚至认为 每个有钱人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对吗 都不干净 这里其实有两个观念同时存在 一个是说每个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 另一个是 每个有钱人都太厉害了 没错没法 这两个两个两个观念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你说他他黄光玉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大家就说背后不知道是谁搞谁的不知道有什么内容的 这个黄光玉其实犯罪 这个这样一个犯罪的话 其实对公司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对 但是人们仍然觉得 哇 这就说明了这个黄光玉牛啊 牛很厉害 能够走通各种打通各种关系 没错 我想行贿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找谁去 没错 所以大家担心的是说黄光玉 上次跟朋友在说 黄光玉在狱中如果反省的话 他反省一个结果就说 哎呀我以前公司自己结构不对 这就是丧丧大吉了对不对 还有一种就是我以前行贿的人没搞对呀 哪天我跟你讲 我就说咱这个这个北京人这个瞎聊天的 那天就说我们吃饭旁边一桌 几个北京市民在那儿聊 聊黄光玉你听他们说什么 说啊 我说黄光玉在牢里能控制他这个公司 能控制14年的 说啊 你说监狱啊 最喜欢抓有钱人进去 我是说他们聊 说为什么呢 说有钱人他有钱呢 他黄光玉在牢里 他有豪华办公室啊 这个监狱最高兴了 你把钱全拿来 我们给你弄传真机啊 电脑啊 就完全 还帮他们炒股 这是真的 不是不是黄光玉 哎 我觉得这个想象 这个确实我觉得也反映这个事 确实是太淡薄了 再一个确实这个法律也没有太 太大的尊严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想的不是这个法律 想的就是这家伙子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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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